大家好 又是Bot Game Base 新遊戲巡禮的時候 距離上一次的新遊戲巡禮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實在太多新遊戲了 事不宜遲了 我們盡量拿出來介紹 這兩隻小小盒 就是Tokyo Series第二輯的KS裡面 出了一些小遊戲 這隻Praise 都是日本人設計的 不是很清楚玩什麼 這隻呢 不懂讀 Cactus 這隻其實是一隻 舊Game Reframe 都是日本人設計的 那隻Game 就叫做Tribe 黑色盒 在我們的網站都找到 應該就小盒了 便宜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 玩一隻是 搭一些人上去 吊起它 不要跌倒倒的 Dexterity的Game 好 那這隻呢 很特別 復活蛋 那就是Oh My Goods 大家都可能 玩過或聽過 大西鐵作者的一隻 卡遊戲 現在出一個 復活節的版本 真的有一隻 真的有一隻 復活蛋 Esta的 EDITION 應該有些規則不同了 有些Gameplay會改了 還有這個我相信 都是一個 LIMITED EDITION 可能出現一段時間 就不會再出現 2至4人 10歲以上 好 那下一隻 這隻 初流以為一看的樣子 咦 是不是蘇聯出的呢 那麼 Film就是 Sovets Kitchen 說蘇聯 知道大家都 物資都可能 某些地方很 貧乏的 那 做東西吃 就要用不同的資源 例如 罐 子彈 黏刀 垃圾 總之混合顏色 就給你吃了 那 要用一個APP 來玩的 玩混合顏色的 大家合作 混合好顏色 做了一碟 食物出來 招呼客人 所以這個就是蘇聯廚房 都挺有趣的 挺搞笑的 好 那就到 下一隻 德國的Game仔 就叫Push 這就是一隻 Push or luck的Game 來的 玩過的 多人玩都挺好玩的 我想四至五人都很好玩的 小人就沒有那麼開心 簡單的Game 大家其實是 抽牌 越多分越好 但是太多分 相同顏色 相同號碼就爆爆好 抽出來就放三棟 我選一棟 下兩家就選擇 只剩下兩棟 有些 衰的顏色 偷你顏色 你又可以lock那種顏色 最後可以鬥高分 這隻不錯的 簡單的 短Game 好 下一隻 這隻 這隻叫什麼呢 Papageno 應該都是德國 好像是德國出先的 但是美國 ASMODY就買了英文版權 在美洲 就要經ASMODY買 我當然就不用了 在其他地方 偷運了一些進來 不知道好不好玩 好 這隻 這隻好像 這隻作者 或者公司是蘇聯的 蘇聯公司來的 好像台灣都有代理 中文版 小小遊戲 未試開了 五歲或以上 一隻合作的 砌馬仔 農場遊戲 都好像挺有趣 希望好玩 好 又是 介紹完小遊戲 這隻 忘記了以前介紹過沒有 Wingsband的朋友 可能比Wingsband還早 忘記了 玩小鳥 寡風都好漂亮 不要以為小小合作 很簡單 都 一些策略遊戲來的 不錯的 已經玩過了 OK 下一隻 這隻是舊遊戲 又再出回 Parae 以為絕種了 是奧利斯夢遊仙景的 Film 的Parae 大家都可能喜歡他的 Artwork 好 好了 這隻 不可以不說 實在是 太厲害了 這隻 叫The Cool 7月20日我們就知道 哪隻會贏呢 究竟 The Cool 還是這隻呢 這隻 怎麼讀呢 Cartographers 這兩隻 如果我沒有記錯 都是 提名 SDJ Expert 大獎的 第三隻 忘記了是 My City 還是 Kings Denimar 忘記了 這隻是什麼來的呢 The Cool 就是 Trick Taking Game 好像橋牌一樣 打出一隻 一門牌 一款花 下街要跟那隻花 沒有那隻花 就可以出王牌 贏 通常是對抗性的 Trick Taking 但這隻很特別呢 就是合作的 2至5人可以 不過兩個人就要有AI 3至5人 5人是超難玩的 巨民 4人應該都不容易的 有50牌 每排有個故事 越來越難 挑戰性很高 非常之受歡迎 已經賣了很多很多盒 經常都斷事 好 這隻呢 都玩過了 都是Roll and White 那些Family 但是它最特別之處呢 就是加了一些怪獸 去搞人的 那它中途呢 有可能抽到一些牌 就 都是 掀卡 然後畫 用筆 你自己 每人一張地圖 畫 建築物 那 它這個ABCD的計分方法 就是 第一回合就計AB 然後第二回合就BC 然後CD 然後DA 好像那隻 Isle of Skype 那隻 那 中途呢 就有些怪獸 互搞 那樣搞人家的地圖 多了這些 interactive 都非常之高分 好 那呢 下一隻 這隻 大家都等到 遺忘了 Taji的expansion 都不知道等了多少年 終於出了 都出了幾個月 對啦 二人Game 好 這隻又是 上年說10月11月出 Through the Ages的expansion 終於 今個月還是上個月呢 出了啦 那因為 據聞是因為卡的顏色 好像有些問題 所以搞搞搞 搞了很多個月 終於就出到了 好 又是二人Game 這陣子都很多 很厲害的二人Game 出了 好了 那這就是Watergate 那水門事件 尼克遜 對這個 華盛頓郵報 那大家 不知道什麼叫水門事件 就上網查一下 那 非常出名的一件 醜聞事件來的 那 兩大陣營 對抗 那 二人Game 但是兩邊的玩法都不同的 那所以你做完 總統那邊 就可能下次呢 就做 華盛頓郵報那邊 那他玩法是 砌Combo 玩卡 那 有些 有些文字的 但是 不深的那些文字 好 這隻 我以為一定要Core玩的 以為一定要Detective 那隻Core Game 才玩到 原來不是喔 有些人說你自己 找些Token 那這隻是獨立一隻 Stand alone的遊戲 那 口碑都好像不錯 很便宜的 這隻 好 下一隻 小小的 Dune 的 Expansion 唉 不懂讀 喔 加了一些House 加了兩個House 那原本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四個House 還是五個House 那麼 小小的 多了變化咯 聽 聽些客人說 加了這隻之後 好 好了 又有些舊遊戲 又出現了 Aquicola的二人遊戲 Big Box 連下兩個 Expansion 啊 終於到了 這隻 都 很Solid的一隻 二人遊戲 都好出名的 好 選一些大小小的 好 這隻是什麼來的呢 都是新遊戲來的 又是Azu的作者 Michael Killing 又玩日本的食物 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了 Jubaku 好像是 過年的禮盒 我記得好像是說 模擬日本那種風格 組裝一些食物 Compact 在盒子裡面 當然它的Gameplay是 牽涉到一些圖案 有幾多的level 那它有些advanced rule 可以有很多的advanced rule 不同玩法 去增加它的重玩性 都玩過幾次 都不錯的 Han Kang的game Azu 那些 有些 類似的game 好 好 這隻 這隻 就是今年SDJ Kids 提名之一 輸了給那隻 Speed Speedy Ro 這隻 Photoshoot Photofish 這隻 多少歲 這隻 4歲就玩到了 4歲 就玩 當你拍照 在海裡拍不同的魚 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拍不同顏色 就是一隻 這個想法都不錯 可惜 輸了給 Speed 好 這隻 這隻應該是 計這個 我們恭喜這個 PH Games 脫離了ASMODY 又走出來自己走江湖 那 就 AfterMave 不知道是什麼game 應該是很多文字的game 公仔加文字 故事 它就說是一個 Story Book 那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Mice & Matrix 那些 親戚 好重 好 好 然後就到 這盒 好 這個呢 就是 作者 大家看一下都可能知道 Lorenzo 對 這盒叫做 Master Master 不懂得讀 Resonance 那 就是 卡遊戲 來的 作者就是 Lorenzo 那兩個作者之一 據聞是 這個遊戲很好玩的 有些人說 通常玩一次 但這遊戲他們已經玩了很多次了 沒有機會研究是什麼 好 太多新遊戲了 好 這隻 Everdell的 Collector 其實都 不用怎麼介紹 應該很多人都玩過 那 它剛剛出了 有一個 expansion 有兩個 expansion 啊 另一個未到 Belfare 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個是沒有Deluxe 另外那一盒有VTEL 有Deluxe 好 最後一盒 這樣介紹的 這隻是什麼呢 哎呀 這隻呢 是特價貨來的 Dragon Slade College 我都忍不住 開了 那是講一些魔法師 在學校裡面 學魔法 那呢 就會請一些 老師 然後呢 學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路線 可能你 專攻一些 攻擊魔法 一些防守 一些不知什麼 去升級 越來越高級 可能配合老師 去拿分 這樣 那 好像二百多元 我看它特價 好像是做過KS的 口碑都不錯 看過Video 好像挺有趣的 都很重 四五磅 那 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